由於教育部之前宣布嚴苛到6月14日 影響到畢業班的期末考 為了因應防疫導致無法斷考 大成國中今日也召開會議 討論畢業班的考試方式 目前規劃三年級的畢業考比較簡單 就是以采用多元評量的一個模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們會統一三年級 會用英才網的系統統一派券 所以會在同一個時間裡面 在那一節課 請所有的三年級同學同時上線 去寫這個考卷的畢業考 教育處長盧真偉表示 為了因應疫情影響 教育部也建議采用多元評量的方式 因此鼓勵學校 能夠利用線上考核期末報告等方式 來進行評量 讓教育更多元 那他其實所需要的 不僅只有知識的背誦 還有說他對於閱讀資料的一個 歸納 整理 收集等等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像以大成國中為例 他們在中高年級的部分 這部分是已經有相當執行的人 那但我們也同時考慮到說 國小一二年級 他們可能在評量的方式 因為年齡比較小 他們可能對於說多元評量 他們沒有辦法說 去收集到很多足夠的資料 那這部分我們則是彈性 可能用口頭報告的方式 以減少說學生在一些紙筆上的負擔 現議員陳怡君表示 目前教育方正式採多元學習 因此雖然因為疫情 改用多元評量的方式 但是這也可以是為了推動 多元教學的一項參考 因此肯定大成國中的用心 那本來在學生的成績的部分 就是要朝向比較多元的評量的方式 那這次又剛好碰到了疫情 那讓學校有多了一個思考的空間 去想想看 怎麼樣可以透過線上 來做一個多元的評量 那未來如果說課程上面 有一些需求的時候 也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現議員葉仁創表示 不管是線上教學或是線上多元評量 都是為了減少群聚 避免疫情的一項作威 因此也希望造成的不便 大家都能夠共體時間之外 也再次呼籲要做好相關的防疫工作 線上的教學或評量也好 在在的就是為了要讓 我們學生的群聚的一個狀況 把它減到最低 讓學生可以在家安息的學習 跟評量跟考試 然後避免跟其他同學接觸 那阿創造這邊還是要呼籲 我們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請洗手量體溫 然後戴口罩 沒事盡量不要外出 副議長潘一全表示 因為疫情因素 為了避免群聚感染 教育部延長停課到6月14日 雖然造成學習上的不便 但為了健康著想 也希望大家能夠盡量的配合 共體時間 一起度過疫情的危害 記者陳維一 普立正採訪報導 哦 這位 witness 字幕會在做啟動 ?